瑞幸崩了之后啊 这事才刚刚开始 不过我很欣慰啊 这两天听说瑞幸部分线下门店爆单了 看来家人们都听了我的话 人家出事之后赶紧用消费券权了 不过呢 我还要再点个名 神州租车 来来来 你给我站起来 就在大家在忙着用消费券的时候 天天白天 在香港上市的神州租车 股价崩了一半 直接停牌啊 另外还有个小跟班 在新三板上市的神州U车 也是跟着股价暴跌 那有家人们就问了啊 说这个神州租车 咖啡都什么关系啊 梁梁还抱团吗 这个相当于啊 村里有个隔壁老王 他们有三个孩子 他们不是985就是211 街坊邻居都表示说 哇羡慕啊 厉害啊 怎么教育的 但结果突然一天 这三个孩子不是记大过 就是留校杂产 嗯 哪里出问题了呢 家人们 我来告诉你们 这位隔壁老王培养高材生的套路 你们就明白了 这位隔壁老王姓路 好像有点不对啊 不重要 这位路大哥 在07年创办了神州租车 照办了国际汽车租赁的模式啊 花百来块钱 就可以租一辆机动车 不光便宜 还全国铺垫 疯狂扩张 赚钱不赚钱 重要不要问 问就是任性 你别以为有钱搞不起啊 sorry 有钱真的了不起 神州租车呢 这钱是烧了一把又一把 终于在14年的时候 港股上市了 股价一路飙到20港元 然后这位路大哥和其他资方啊 在短短9个月当中 就疯狂出售股票 套现16亿美元 而之后呢 神州股价暴跌 而股民成了接盘响 对比一下我们之前上一期说的 瑞幸怎么玩的 是不是感觉又有那味了啊 熟悉的配方 熟悉的味道 没错 瑞幸咖啡从创始人 到核心高管 几乎全是神州的人 神州之前是怎么干的 瑞幸接着复制 而用以前影视界流行的话来讲 那就是 原班人马再次打造 烧钱型创业 亏损型商势 接盘型收割 忽悠型致富 那真是同一个路爸爸 同一套故事会啊 那有家人在后台就给我私信了 痛心疾首的说 瑞幸出事的时候 还天真的认为 他们是梦想家和冒险家 只是壮烈的失败了 但是 看了浑水的中文版报告之后 才发现 人当初根本就没想把事干成啊 就是处心积虑 奔着割韭菜去了 来 浑水 你给我站起来 我给你一朵小红花 看来浑水啊 上课时间是很认真的 完全没有在摸鱼嘛 所以 如果有家人 喝着瑞幸咖啡 开着神州租车 加着降价的汽油 看着眉骨熔断 那恭喜你啊 哈哈 今年的财经热点 您一个都没拉下 好尴尬呀 这段财经深入了一期 记得点赞交换注